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吴邦国宣布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 现在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 温家宝说 实际全国人民代一次会议已来的五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 新增城镇就业5100万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2002年的770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加到4140元 事实证明 过去五年是改革开放和权威建设小康社会 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 是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五年 是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和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五年 受过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的五年 温家宝总结了过去五年积累的宝贵经验 必须坚持解放思想 必须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必须坚持搞好宏观调控 必须坚持执政为民 必须坚持依法行政 只有全面推行依法行政 努力做到 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 侵权要赔偿 违法要追究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才能保障人民赋予的权力 始终用来为人民牟利益 温家宝同时指出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工作中 还存在不少问题 主要表现在 经济运行中一些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有待进一步解决 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不确定因素 和潜在风险增加 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需要加强 温家宝说 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是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 降低消耗 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8%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左右 国际收支状况有所改善 温家宝指出 今年要着重抓好9个方面的工作 1.搞好宏观调控 保持经济平稳 加快发展 2.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刺激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3.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转变发展方式 4.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的忽利度 做好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5.深化经济体质改革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6.更加注重社会建设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7.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8.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9.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再讲到宏观调控时 温家宝说 今年要采取九大措施 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 物价问题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 各级政府一定要把稳定市场物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现在国家粮食库存充裕 主要工业消费品供大于求 只要切实加强领导 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措施 上下共同努力 就一定能够保证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 在讲到医疗改革时 温家宝说 已经制定一个初步方案 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改革的基本目标是 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 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为群众提供安全 有效 方便 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我们要坚定地推进这项改革 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温家宝最后说 让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领导下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 扎实工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行社会 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